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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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歷史人 想知道九龍寨城的歷史 跟我來吧 這間九龍寨衙門幾乎是九龍寨城唯一策證的建築 公園前身是九龍寨城 原本是清朝駐軍的地方 1841年港島割了給英國之後 清朝政府為了在九龍半島加強海防 於是在1847年擴建九龍寨城 Dexman懂得貨 這隻炮是家慶七年製造 一百零二年的貨物 重點是在炮口 炮口裏面是前堂炮 進一顆炮下去有一個棍子 不過通常都是不會做的 Dexman 炮都看完了 炮一下你後面是什麼 厲害厲害 炮口裏面就是城門 炮城的城牆用花崗石建的 有六座聯望台 四道城門 一瞻時期 城牆被日軍拆來建建啟德機場 到1987年 英政府宣布炮炮炮 考古期間發現炮城東門和南門的長姬 面前這就是南門長姬的位置 大家看到嗎 有塊石刻刻著南門的 你是不是想知道 炮城為何會變成 最後大家都知道的三款 不敢的 1899年 英國人趕走清兵後 有人在荒廢的債城 蓋了屋 二戰後 還有大批難民住進來 不過 民國政府反對英軍接管債城 到了六十年代 已經住了兩萬多人 到了八二年 人口幾乎雙倍 但債城主權還是屬於中國 港英政府 無法認真管 中國又管不到 未變成三不管 這裏出名 多了平家 無牌的牙醫 黃島獨 樣樣齊 到了九三年的時候 債城完成了清拆 保留了牙門感 債城原子 就成為了公園 我說我牙痛 想看牙醫 快看牙醫 終於有隊伐 動腦Q升級主過夜 有請阿嬌 二月二十一號晚十點半 約定你和阿嬌一齊 Kill the money 快看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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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牙醫